南京梅花山的梅花开了 开的到底怎么样呢 看起来门口这两株开的还不错 不知道里面怎么样 给我来看看 你们看开的还不错 一进山就能闻到梅花的暗香 梅花山大约有3.5万株梅花 现在开了快一半了 目前欣赏的主要是枣梅品种 你们看像这些单瓣枣白 还有淡庄公粉江南公粉 所谓的美人梅 山顶上还有第一梅山的石碑 一定要在这拍张照 山顶上还有博爱格和官梅轩 都值得拍照打卡 梅花山广之梅花 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 梅花山原名孙林港 因为三国时期五主孙权 葬于此而得名 1929年奉安大典之后 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 在山上广之梅花 后来在1944年改名梅花山 要说梅花山的镇山之宝 就是这一颗跌脚玩水了 别看它长得不起眼 这个梅花品种 全国独此一株 再过一两个星期 就是梅花山最佳的赏梅时候了 挑个好天气 一定会让你不许此行的 梅花开了之后 南京的花期就算正式开始了 关注飞哥 开启南京赏花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awl订阅明镜